假如联合国要搬出美国 新总部设在哪个国家更合适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 是一个全球性组织 它将世界各国聚集在一起 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这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 总部的位置一直设在美国就没变过 于是近些年 有国家和学者提出要将联合国总部 牵出美国 更有人认为将总部设在中国更为合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人们有了搬离联合国的想法呢 其实牵移联合国总部的提议 早在几年前就有了 由于总部设立在纽约 已经长达几十年之久 早已让美国习惯性地 将联合国当成了自家的产业 除了不尊重其他成员国 还经常性地无视和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多次呼吁 不要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 但是美国无视了这些呼吁 并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对伊拉克发起了战争 再比如2002年 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这项条约是控制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条约之一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之一 美国的这种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行为 让其他国家对联合国的信任度降低 也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 因此将联合国总部牵出美国 不仅可以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 也可以极大的提高联合国的信任度和权威性 那么如果将总部牵出美国 哪个国家比较合适呢 考虑到联合国成立至今 主动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 于是大部分学者认为 联合国总部应该设在亚洲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对话 也能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比如中东的阿联酋 阿联酋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国家 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语言 这些特点可以为联合国提供便利 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都能够在阿联酋进行交流和合作 此外 阿联酋还是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可以为联合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 又或者是东南亚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除了不俗的经济实力 治安和环境质量 也是全球排名前列的 此外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 可以方便代表们前往亚洲各国进行工作和合作 当然 呼声最高的还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 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不断崛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那么如果将联合国总部选在了我国 哪个城市能当此重任呢 有人说设在北京最合理 毕竟是首都 是我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拥有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最主要的是 北京拥有众多政府机构和外交机构 可以为联合国提供重要支持和合作 当然也有人说上海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拥有先进的金融 科技和交通设施 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可以为联合国提供重要的经济和商业支持 同时也可以方便代表们 前往其他地区进行工作和合作 其实 无论最终选择哪个国家哪个城市 只要是能将总部搬出美国 基本就能做到了联合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只有这样 联合国才能更好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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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